一笔财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请得知 台股因为前两天的美国股市的回档 盘中跌了一百多点 那美国股市完蛋了吗 很多人在关心这个问题 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昨天晚上的走势 道琼 出现收缴止跌讯号 而且是在相对的低档区 所以我认为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表现会不错 不管是道琼 还是美国的科技股 我认为收缴止跌讯号在低档 接下来格局是往上的 所以不管是美国盘 还是台湾盘都很安全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只要选对标的 相信今天台股在平盘附近震荡 你所看到的是一个还不错的量力结果 你自己看一下 昨天我有买进两档散热模组的股票 泰塑今天一样有往上走高 另外双红今天一样来到波段新高 另外这一档利基盘中大涨 201再创利益新高价 6643的M31 今天来到382.5 都是创下劣新高 你只要第一个时间来跟我买 相信这个丰厚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效果 是可以掌握在你的手里面的 看你要不要跟而已 所以 钱老师的一个选股非常地用心 品质都保证 博士级股我不会带你买 你放心好了 你看看这档4935的茂林 9月11号营收新高 形态突破又出现新天亮 一万多张的新天亮 亮线价型概念 我们告诉你 当天高点83.2它不会是高点 隔天平盘以下 我告诉你还可以再买茂林 它曾经洗下来 洗到相对的低档叫支撑 跟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满哪一桶的 这当然还是买一点 接下来你就看到茂林 今天涨停 再创新高 来到94.1 当时我告诉你 83.2不会是高点 今天再创新高 一档股票 等到涨上来了 大家就会知道 苹果的一个笔电 它的一个剪刀脚的键盘 谁做的 茂林做的 股价上来了 你总是会看到 清老师的一个个股的利多消息 或是题材性的发酵 那重点是 这些利多消息 还没有见报以前 你要先跟我卡位 你要先跟我买 利期 一样是8月营收新高 9月19号是平代突破 我说我等了快两个月 这是发动买点 发动的买点 有时候虽然买进的成本比较高 但是总比买在你所谓的低档区 低档区有时候不耐久盘你被洗掉了 接下来这一段跟你都没有缘分 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发动的一个买点 可以节省你一个时间效益 所以整个利基零架构 9月19号买在154 买完之后有没有大涨快9% 20号涨停板170.5 20号创新高来到175 先卖一趟卖在172 卖 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第一趟的操作买个10张就好了 花你大概154万 18万落贷 一买一买决定你的胜算 决定你的输赢 所以10张18万落贷之后 开始回党的利基 9月25号 强不强 当天台股跌了44点 我说利基很强 既然那么强 那么抗点 可不可以做机会 我们请打播 再度的播一下 9月25号当天 我对利基精彩的分析 那整体来讲 今天利基表现强 强啊 为什么那么强 秦老师介绍股票啊 基本面很强 市场上认同度很高 所以利基该接回我就会接回啊 跟今天的金相光 你照办你啊 就看你要不要跟而已啦 就看你要不要跟而已啊 该接回我就会接回 既然是介绍股票 基本面很强 就看你要不要跟 邀请栏送出去了 你有没有跟 9月25号的利基啊 买在165 不抵啦 很强啊 既然49分告诉会员 195附近买回 当做价位就在165 你去对价 165就是我买回的位置啊 因为当时候卖在172嘛 高点卖 低档做接回的动作 那接下来你就看到 利基的股价 表现相当的一个抗跌性 9月25号啊 是不是在一个 相对于低档支撑 这些都是你可以买进的一个时机啊 买完之后 昨天亮灯 今天再助理创向破断新高 在还没有涨停板以前啊 你要先跟我买啊 是不是 刚才的VCR解读的够清楚了吧 165买回之后 昨天亮灯188 今天利基大涨的快7% 来到201啊 收盘是196啊 那用收盘现在来计算就好了 对 买在165的嘛 今天196啊 10张是不是又多了31万 没有错吧 第一趟 10张18万啊 光是这两趟的一个操作 累积的报酬率 花你150万 已经赚了快50万了 这是谁带给你们的蹊跷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 利基之前涨好多 我当然知道他有 之前的一个涨幅啊 之前在低档区 我有曾经操作过利基啊 但为什么 100多块钱利基 我一样照码不悟 股票的一个操作 看的是个未来 未来凭什么涨 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利多消息 今天有没有利多消息 下礼拜有没有更多的 基本面利多消息 如果一档股票的基本面 是持续性往上成长 技术层面 不管是量价筹码形态 它都是一个多方盘势 你就不要预设高点 就如同盘势嘛 很多朋友 看台股在1万点 是不敢做多股票的 台股占上1万点 占了多久了 占了多久了 你还在怀念过去 说以前台股来到万点 就会开始崩盘 很多人都这样想的 所以这几年的台股的财富 你都没有赚到 如果你去放空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不要预设什么高点跟立场 只要一档股票 基本面是会成长的 技术面 量价筹码形态展现的是 还会一个涨势的一个架构 你为什么要拆高点 技术面明天会去 后一周去越多 我今天就财富完美嘛 这是我常常提醒你的 一个操盘的一个心法嘛 是不是 你何必去管立基 从几块钱涨上来的 你何必去管立基 你什么家会卖掉的 纵使买进的位置 比你卖出的位置更高 照买不误 只要它明天会涨 下礼拜涨更多 所以整个立基 太精彩了 201 201 我是这边开始买 整理快两个月 整理的末端买了 马上发动 没有浪费费 你时间成本效益 两阶段的操作 买个直升将近50万 这个行情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个行情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跌不下来 跌不下来 刚才不跟你分析美国股市吗 昨天收脚指跌 有水吗 我问你 碰到这个缺口了 来到相对低档区指跌 这是很棒的一个形态 道琼也是一样 低档收脚指跌 接下来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表现不错 下礼拜一的台股 当然 硬升往上走高 这一档M31 礼拜三 我就买在礼拜三 这叫发动的买点 我不会跟你崔君买在这边 或是买在更低 告诉一下 你真的有报到 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吗 从第一档区沿路报上来 那你应该不用看我的节目了 整个M31的基本面 赚大概一股本 叫大双底 颈线是不是被突破了 出现天亮了 我介绍股票是面面俱到 有基本面的分析 有形态学 有量价结构 第一个时间你跟我买 是买在345 我不会跟你崔君 我买在367.5吗 对不对 很多人那边画个圈圈买 我买最低 这款位我就说不错 是不是 因为会员都看我节目 在跟我对加 诚信实在是我坚持跟原则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整个M31 礼拜三买在345 买完之后当天收350 昨天礼拜四来到365.5 创下历史新高 今天M31呢 382.5 盘中大涨8%以上 再创历史新高 345到382.5 几块钱了 几块钱了 三十几块钱了吧 所以发动的买点是不是很重要 操盘新法 给你的是 临门一角的一个介入时机 你在这个横向整理过程当中 当然如果你买在这边 报到今天一样恭喜你 就怕你买在相对的低档 但是这边晃来晃去你就被洗出场 后面这一段三天涨了三几块钱 M31就跟你没有关系 那不是白搭了吗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经验 级高票你会选到 但是你买完之后 短期不会动 不会动被洗出场之后 后面你就不敢追了 所以发动的买点 一买就中 虽然有时候成本 比低档区稍微高一点 但是三天累积的快速的报酬率 相信是很多人 梦寐以求的一个操盘重点 没有错吧 所以选股 把一档股票的基本面 是成长的 筛选在口袋名单里面 一旦他量价筹码形态 浮现买点了 第一个行业人带你买 难道不是吗 立即也是一样 礼拜三的M31 从形态学 从量价 是不是要买 买得很重 没有一天跌 345买完之后350 350之后 昨天365.5 今天来到破断新高 382.5 每天都在去 他没等你 你还在等什么 你在等名牌吗 很多人都要求秦老师 你先补一支给我探 我再来参加立育员 电视上讲的股票 就是会员股票 我这边没有再私下报牌的 不好意思 法规的规定 而且我的 带会员的模式 没有那么柔 你要报牌找别人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 你们一脚的发动买点 想要迎接未来 每一档股票的波段利润 你就好好跟 我常常告诉你 你印证过多档股票的操作 接下来就下一档 下一趟好好跟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是不是 这档普瑞 前半年 EPS 10块钱 半年就赚超过股本 是不是一个大敌 是不是一个新天亮 可不可以 有基本面 有形态学 有量价结构 所以整个普瑞 11点20分 11点20分 盘是不是刚好压回 你没看到 我喜欢在大盘压回 大盘中说 告诉会员买股票 这是清老师的 拿手绝火 反市场操作 对 今天 很多人盘中 看到大盘压翻黑了 好担心 好担心 是你当下的感觉 如果你看到未来 这个盘压还有高点 今天普瑞 你要不要趁着 台股翻黑的时候 跟我进场 10点20分 普瑞 基本面分析 半年赚超过股本 记录形态突破 5007给你买 经过一分钟 567啊 你去对价 大概可以买在 567 568 569 570 一定成交 趁着盘中压回 做进场 今天普瑞 收盘582 你现买现赚15块钱 567啊 582啊 羡慕吗 期待吗 下一档在哪里 当然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 所以这个行情 不难操作 还蛮简单的 你的一套资金来跟金老师配合 我就给你三档股票 不多不少 可以贪 两三支股票 有够你贪 如果是不能贪 不能做股票 每天都说你两三支不一样 一周十几支 你没法照顾 三档股票 就是我给你的投资组合 我一定会出掉之后 才会进行的 所以接下来这一档股票 昨天已经提示给你了 每一位营收 跟金人比较 都成长两位数字 双底形态 黄金右脚买点已经浮现了 这左脚 左脚踢到这边而已 黄金右脚买点 一定会过这个高点 今天这档股票有没有涨 答案叫做他有涨 但是他涨不多 所以我希望这种黄金右脚 绝佳买点 所带给你的破断利润 你可以在下礼拜 再度的跟我一起进场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都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过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后期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败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义友 蔡老师入会单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一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 受勇无穷 蔡老师入会单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车怎么开的 太困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导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销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几乎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化一等就对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凭盖骨的郁金光 昨天有没有公开我卖点 卖在493 今天最低475.5 差了将近20块钱 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是你在股票市场上唯一致胜的途径 没有第二个方法 郁金光 7月9号42卖 两波段156 卖完之后有没有打下来 差了31块钱 8月6号台股就是来到不断的低点 10180 送分体 送钱来的随便接 还记得吗 超额利润的买点8月6号 11接回之后 往上走高454卖 38块钱落袋 如果带完之后 是不是又打下来了 13天转折买点浮现了 384做结尾 成功的经验 值得你来跟随 如果你不会复制的话 最好是那个操盘经验 那个专业程度 绝非小可 你要跟就好得跟 不要每次看完节目才要去做动作 我几乎每天都在提醒你 你看完节目之后才去买股票 或是卖股票 一来一晚是不是差两天 买股票差我一天 卖股票也差我一天 你感情要大贪 你肯定都会贏股票而已 真的是得不偿失 所以整一个高档出低档接回的一个操盘的过程 每一通抗讯都很重要 第三趟的卖点 429稍微差一点 因为卖完之后还要往上走高 这三趟加起来 大概是240块钱 那卖完之后走高 就让他走高 留一些给我电视观众朋友继续赚 那重点是他打下来 打到9月18号 我说这一根长黑的低点守住就有钱赚 没错吧 那既然有钱赚 19号 郁军光回测9月12的低点 守住又止跌 9月12的长黑低点守住 120附近接回 接回之后到这礼拜二 这个黑黑棒低点是不是一直守住 资深既然一直守住 包括礼拜二 433再买 没有错吧 你这边420都没有买的 礼拜二要发动了 转强了 新会员 我们告诉你433赶快买 买了就马上动 马上赚11块钱 纵使你没有买在420吗 433是一个发动买点 就赶快跟 跟了当天赚 所谓的一个 8块钱 跟证一下 8块钱 但隔天赚更多 因为礼拜三 483点尾 483点尾 你买在433 两天就50块钱 买个10张是50万 5张有25万 快不快 你们一脚的分析 发动买点需要高手协助你 昨天礼拜四 毕竟创高 停利 493停利卖出 时间交易都给你对过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 420的买点到493 这一趟 多了73块钱吗 433到493 60块钱吗 对 3天60块 真正 二拍坦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 收盘是485.5 还涨2块钱 你会不会在一档股票创高 上涨的过程当中找卖点 一般同朋友 很难做到这样的程度 一般同朋友 看到一档股票走高了 忍不住 会去乱追那个短线高点 这个错误 如果你常常发生 你就好好来借重一下 尽好是一个操盘的经验 低档出 高档卖 420是我当时告诉你 支撑手支的买点 昨天创高493 是我告诉你要停留的位置 这样一买一卖73块钱 加上前面三趟的 同一档股票从6月份 到昨天 312块钱的价差 买一张是31万2000 如果你每一趟都买10张 312万落袋 这四趟的操作过程 同手无期 每一趟的买点跟卖点 我都呈现在你面前 没给你换补 因为没需要换补 这种高价平概股 电视界的观众 很少人敢跟 说得快就是这样 所以整个郁金光 昨天493卖完之后 今天475.5 有价差了 想不想跟着低接 想不想跟着做 接回的动作 如果你有这样的企图心 今天的电话就给他用力拨通 先好是能帮你的 我已经帮你到底 但是你要跟我联络上 不要一直在场外观赏 这一档益龙店 公布了最新的9月营收 是创下今年入新高 好股票 营收会先公布 今天才10月4号 它形态有没有突破 今天出现3万6千多张新天亮 今天是一个买点 我知道我今天买会赚钱 益龙店11点19分 营收新高出天亮表态 89附近买 当中价格在88.8 你是对的对价 89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大涨6.4% 收盘90.1 我知道我今天买可以赚到钱 但是我为什么说 电视界的观众你不要乱跟 因为益龙店不好操作 搞不好礼拜一就见到短线高点 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今天跟我一起买的 你今天已经现买现赚了 你今天已经现买现赚了 就如同你今天跟我买普瑞的 前半年 一批赚超过一股本 大抵完成书院新天亮的 你跟我买在567的 收盘582 是不是现赚15块钱 那下礼拜如果你去追那个短线高点 那就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怎么低档负责代汇人买进 我自然有义务代汇人逢高拔档啊 这一档被动原件的合生堂 礼拜二 形态刚突破 低天起涨又出现新天亮 加上筹码面 很漂亮 融资带低水位 礼拜二合生堂我买在96.8 买完之后涨停 礼拜三涨了5% 昨天礼拜四 开低走高我说很强 那今天合生堂呢 为什么开高走低 来到108.5 为什么开高走低 因为短波段 已经来到这个除权缺口了 所以短线的高点108.5 自己不要去追啊 你昨天以前下去买都OK 但如果今天短线的高点你追到了 一样来找我 我才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至于其他的华星科 接下来就是该怎么低阶而已啊 国具也是一样 你不想要如何做一个低档切入的 希望今天 清晓老师所给你的帮助 你可以接受得到 好不好 你看M3V 今天来到382.5的破断高点 礼拜三到今天 三天的时间已经赚了三十几块钱了 立即呢 今天一样来到201破断高点 两趟的操作将近50万 所以接下来这档个股 下礼拜一我会再度的进场 没愿意说年车上两位数字 双底的形态 黄金右脚买点已经浮现了 今天他只有小掌而已啊 所以下礼拜 我所要介入的那个位置 希望你第一个时间 跟我一起来掌握 明天见 今天请YouTube应通财新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新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顶带在一起 成都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过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日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败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灵活攻守 盛行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单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技术战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单线 0800-868-365